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昨天實在是事情太多了,所以沒來得及做視頻 先向各位老朋友、各位網友道個歉 今天咱們就一起來跟進這場大瘟疫 在全世界發展的狀況 主要是想對比一下伊朗的疫情和中國的疫同 伊朗現在根據他們官方的數據 全國確診的人數是139,死亡的人數是19 對於這個數據,很多國家的政府和民間的機構 是表示嚴重的懷疑的,認為他們在說謊 真實的數據要比這個高得多,疫情要嚴重得多 伊朗的衛生部副部長叫哈利 前兩天就出來反駁、出來闢謠 說我們這個數據就是真實的,話音未落 然後就報出來消息,說這個副部長本人 已經感染了病毒了 昨天他也自己出來證實了 說我確實是現在已經被感染了 現在正在隔離,正在治療 那這個人呢,他不是伊朗政府高層裡面 唯一一個感染病毒的 現在陸續消息傳出來 至少還有其他的四個人已經感染了病毒 甚至有一個死亡了 那有兩個呢,是伊朗國會的議員 其中有一個議員呢,還是這個國會裡面 擔任高級職務的,是國會的國家安全和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名字叫鍾盧爾 大家都知道伊朗是一個神權政治國家 宗教界的領袖在國家政治生活當中 具有崇高的地位,具有很大的話語權 宗教界的領袖現在也有人染上病毒 而且還死掉了 這就是宗教領袖叫做霍斯羅莎西 他在伊朗的宗教聖帝庫姆 死於新型肺炎,這個人曾經當過伊朗的駐梵蒂岡的大使 職位也是相當高的 但是這些人職位還不是最高的 還有一個更高的,地位更高的 他就是伊朗的副總統叫做埃普卡特爾 是一個女性,她本人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 是一個醫學博士,而且是免疫學的博士 這次沒能給自己免疫,也中了招了 當然在伊朗這種國家,女性擔任這麼高的職務 實際上他的權力和他的職務可能是不對稱的 權力很小,職務雖然很高,權力很小 說白了也就是一個花瓶 這就像當年的宋慶林也擔任過中共的國家副主席 但是他有任何權力嗎?沒有,就是一個花瓶 但是哪怕就是這麼一個花瓶 你伊朗的高層在開會的時候也得把這個花瓶擺在現場 他也得參與,所以說有這種可能性 就是這個副總統、女副總統在參與這些會議的時候 跟總統開會、跟部長開會 還有跟這些甚至是跟宗教界的那些領袖那些老頭子 像哈梅內伊他們一起開會,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且這個病毒它的潛伏期很長 而且在潛伏期可以人傳人 所以有這種可能性就是通過這位女副總統 把這個病毒已經向整個伊朗的高層都已經擴散了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發生了 那算是這個女副總統為伊朗人民做了貢獻 尤其是為伊朗的女性報了仇了 因為壓制這些伊朗女性的權利的就是這幫老頭子 就是這幫尤其是那幫宗教界的那幫老頭子 如果他們都感染了這個病毒 如果他們都這個翹辮子了 那不是伊朗人民的這個一大福音嘛 所以說希望這種情況會發生 那現在根據這個已經外界獲知的這個消息 伊朗高層至少是有這麼五個人已經染上病毒了 那像他們這麼高階的這個官員 在伊朗怎麼也都是可以排名到前五百 或至少是前一千的 那也就是說在高層感染病毒的這個比例 這是達到了千分之五 伊朗一共有七千萬人 如果是按照這個比例 各個階層都是這個比例的話 那麼感染病毒的人那只是不少 那都得好幾十萬 也就是說現在伊朗的情況 跟中國已經相似了 甚至是說跟湖北已經相似了 那就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情況了 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國家這麼多機構 懷疑他們的這個數據不是正常的 你高層這麼點人就有這麼多的人 已經感染病毒了 那普通老百姓裡面感染病毒的比例 難道會比這個更低嗎 所以說大家懷疑他們 那就這個問題我也想了一下 是不是有另外的可能性 為什麼高層有這麼多人這個犯病 是不是有另外的可能性 我想了一下還真的就有活物 比如說現在這個伊朗的一號病人 現在還沒有發現 那這個一號病人是誰呢 極有可能我猜測極有可能 就是伊朗政府裡面的人 那有幾個途徑 有幾個階層最容易染病的 那有幾種人呢 是最有可能成為伊朗的一號病人的 大家都知道伊朗和中國之間的這個物理距離 地理距離是比較遠的 而且兩國民間的交流 經貿上面的交流並不是太多 不是像日本、韓國和新加坡 跟中國有這麼多的這個商業上的往來 人員上的交流 不是的 他們的跟中國之間的人員交流 主要限定在政府的層面 伊朗過去是遭到了全世界的這個圍堵制裁 唯一的給他們輸血的不斷輸血的就是中共政權 所以說伊朗一定會派一些這個經貿方面的官員 跟中共保持密切的這種接觸 那麼這一部分人就有可能 把病毒從中國帶回到伊朗 那麼還有一種人呢 就是軍事人員 這個軍事技術方面的人員 他們不是想搞核武器嘛 不是想製造飛彈嘛 那就一定會從中共那邊去取得一些支持 一定會在中共那邊得到一些培訓 那也就極有可能把這個病毒從中國帶回到伊朗 那還有另外一種人就是外交人員 這些人是每天都要和中共接觸的 他們也是有可能 所以這三部分的人 他們有可能成為伊朗的一號病人 那這些階層的人呢 他們本身不是伊朗政府的最高層 不是高層 最多也就是算是中層的這個技術人員 技術官僚 但是呢 他們把病毒從中國帶回到伊朗之後 他們要和伊朗的這些高層的官員要接觸 要向他們匯報啊 要跟他們開會啊 那只要有這麼一兩次機會 他就有可能把這個病毒傳染給這些高層 而這個高層呢 他又會向更高層最高層傳染 所以說這個伊朗啊 他們那個這一批人 一號病人他們得到了這個病毒之後 那就會啊 兵分兩路 一路呢 就是往上攻 向上層進攻 傳染給那些最高層的人 那一路呢 就是向下擴散 就是把他要傳染給普通老百姓 因為這些中層技術官僚 他們呢 可能有一些司機呀 有一些服務人員呢 家裡面有用人呢 那這些人 他們傳染了病毒之後 再向全社會去擴散 最後造成了整個伊朗的 在這次大瘟疫面前的淪陷 那這種情況是極有可能的 那現在呢 從這個確證人數來看 在世界上排名最前的幾個國家 都有共同的一個特徵 就是和中國的距離比較近 和中國之間的交往比較多 也就是說啊 你們誰和中共關係搞得太近 誰就有可能遭殃 中共呢在現在在世界上的這個盟友啊 並不是太多 分兩類 第一類呢就是這個索取型的盟友 比如像俄羅斯、韓國、北韓 這就是典型的索取性的 他跟中共交往啊 他是這個利益算得很清楚的 有利的時候啊 我就跟你啊這個關係弄得好好的 一旦不利的時候 我馬上就跟你翻臉 那俄羅斯就是這樣子 他這個前幾年 14年15年的時候 受到美國的這個嚴厲的制裁 西方的嚴厲的制裁 那時候經濟狀況很差 他就跟中共啊走得非常的近 讓中共跟他們簽訂了一個長期的購買 石油和天然氣的合約 而這個購買的價格 比國際上的這個價格要高出一倍多 所以他們佔的大便宜 所以跟中共啊關係還不錯 但是呢 等到中共和這個美國展開貿易戰的時候 普京就說了我做三光虎鬥 我不倉胡他們之間的這個打架 不幫他們 北韓的也是如此 那金三胖他就是把中共當成一個提款機 有時候還把中共當成一個談判的籌碼 習近平無意之中啊 不知不覺的就成了這個 金正恩和川普談判的一個籌碼 所以說這兩個國家 他們都是這個領導人都是很壞 但是呢很聰明 所以說當中國發生這個大瘟疫的時候 他們一察覺馬上就封關了 俄國馬上就宣布四千公里的這個邊境 全部的封起來了 北韓馬上就停止了和中國之間的 所有的這些人員的這種交流 所以說他們呢算是雷力風行 還有一種中共的盟友啊 就是屬於一副型的 完全靠著中共 對中共言聽既從的 這就是伊朗 因為他們的領導人既壞又蠢 他們把中共當成他們的這個衣食父母 當成他們的靠山 跟中共走得太近 所以說這也是大瘟疫 他們的受害也就非常的大 而且呢極有可能 他們就是最大的受害國 極有可能呢 他們就是除了出中國之外 感染人數最多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如果我剛才的那個推測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伊朗的這個一號病人 是來自於他們的這個和中國交往的 那一批忠誠的技術官僚 如果這個正確的話 那麼也就是說明呢 中國尤其是北京的 那一些這個和伊朗交往的這些官僚啊 其中有很多人已經軟病了 這也可以說明呢 為什麼中共現在啊 對北京的這個局勢啊這麼緊張 因為啊他們現在 中層的這些官員他們極有可能 也跟伊朗一樣啊向上進攻啊 把病毒向高層擴散啊 所以說中共現在啊兩會都不開了 連面子都不要了 兩會呢本來是他們所說的這個 最高權力機構嘛 就是他們的門面嘛 他們現在都不要了 這也就是說明啊 現在中共啊內部啊 確實是有很多人軟病了 但是呢跟伊朗的這個不一樣 中共高層呢現在只傳出來 蔡奇一家子軟病了 其他的人呢還是安全的 那也就是說明中共的高層呢 他們是比較狡猾的 他們的這個保護措施啊 是做的相當相當嚴密的 那怎麼樣讓這個 中國的病毒也向伊朗的學習啊 向高層進攻這是需要所有的網友 大家群策群力啊 大家挖空心事來想的 誰能夠完成這個任務 那就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工程 是全世界的工程 對比一下中國人和這個伊朗人的命運呢 我是覺得啊大家都同樣生活在專制政權之下 同樣受到了這個壓迫 同樣受到了權力受到了剝奪 但是呢伊朗的老百姓 好像比中國的老百姓還要幸運一些 因為啊他們呢這個國家啊 好像是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個慣例 就是啊有大災難的時候讓領導先走 比如說像去年12月份的時候 他們的軍事領導人蘇雷曼尼啊 就先走了被美國的無人機給打下了 這次大瘟疫來的時候 又有這麼多的領導 現在啊已經中招了 而且呢領導呢他們都有一個特徵 就是年紀都是比較大 那都是一幫老頭子 那這幫老頭子呢 他們的這個免疫力啊 肯定是比普通人差一些的 雖然醫療條件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免疫力會比普通人差一些 那麼現在看起來呢 在這次大瘟疫當中 極有可能呢有一大批的領導也會先走 那走的人多了 這個政權呢也就跟著走了 所以說伊朗人民呢 比我們中國人民呢要幸運一些 我們中國人民呢要想把這批領導弄走 那還得付出更多的艱苦的努力 好今天呢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